一个技术做到极致就是白蓝 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硬核的知识 来讲一讲关于国债逆回购的 就是国债逆回购这个忌习的天手 到底是怎么来算的 有很多人确实是搞不太清楚 比如像这里大家能看到两张图是不是 第一张图就是今天星期五的结出来的图 而第二张图是星期四结出来的图 那么我们看到就在这两张图里面 都是一天期的 如果是在星期五下单这个一天期的话 它相应继续天数是一天 但是在星期四这天下单这个一天期的 它继续天数是三天 在这里首先给大家做一个知识性的普及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太懂这个国债逆回购是什么 就对于我们股民来说 就假设你的股票资产是有十万 那么这个十万里面是包括了股票 加上你股票里面的钱 而一般来说 就是大家不会天天是忙常在里面操作的 肯定有一部分资金是暂时放在这个股票账户里面不动的 就假设你手上这个十万块钱里面有六万是股票 有四万是资金 是那个钱直接是放在那个股票账户里面 暂时还不想买新的股票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这四万块钱放在股票账户里面 它是并不能产生相应的一些收益的是不是 而如果在短期之内 你呢是不打算新建仓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下当这个国债逆回购 而国债逆回购是什么 简单点理解 就是我们把钱借给金融机构 这个金融机构是谁 我们不管 我们只知道就是把钱借给他之后 他相应有抵押的 就是把国债抵押给我们 就是我们把钱借给他 他把国债抵押给我们 等到这个借款的时间到期了 他要相应的进行还本付息 不仅仅要把本金给我们 还要支付相应的一些利息 而等到了还本付息这一天 只要他按时还钱了 是不是这个国债呢 也会归还给他 当然这个国债 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抵押还是归还的过程当中 他不会到我们的手上 他有一个专门的清算中心 这个不用我们管 我们只是要了解这个过程就行 这是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什么是国债抵押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里的一天期的两天期的三天期的四天期的 指的是什么 你通俗点理解 就是你准备把钱借给这个金融机构 借几天给他 如果你是下单一天期的话 就说明你只想借一天 如果你是下单两天期的话 你就说明你准备借给他两天 以此类推啊 好 把这个概念都搞懂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大家产生疑问的地方在哪 就是这里 比如像这里一天期的是不是 比如我借给他一天 那么他给我寄息寄一天 这个是正常的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 也是一天期的 但是他计算利息就变成了三天了 一天跟三天差别还是蛮大的是不是 好 那么在正式给大家解答问题之前 我们先要进行一些知识的补充 要不然的话后面你会听起来比较费解 其实知识不难啊 我会尽量以通俗的语言 让大家能够尽可能的去听懂 首先第一个叫做T日 这个T日 按照这里文字性的描述 它说的是进行国债逆回购操作的交易日 其实这句话你简单理解 是什么了 就是你下单成功的那一天 就跟你买股票一样 是吧 你要下单嘛 这是T日 而第二个 T加1日 用这里的话说的是进行国债逆回购操作的下一个假日 像这句话大家不用你记了 你记了也没用 我们只需要了解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一天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国债逆回购计算利息的天数就是在这一天 大家要知道 你星期四下的单 但是他星期四不算利息的 而是从星期五开始去计算利息的 这就是区别的地方 好 再来看下个T加M 首次交易日加上回购品种的名义天数为到期清算 这句话你看了基本上就糊涂了 其实不用理解这么复杂 我们回到前面那张图里面 在刚才也跟大家讲了 这个T指的就是你下单的那一天 比如你是10号下的单是不是 那这个T的话就是10 你在9号下的单 那么这个T就是9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T加N 这个N指的是什么 就这个 它指的就是这个 就是你原本打算把这个资金借出去多少天 这个指的是名义的天数 记得是名义的天数 而这个名义天数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一天期 两天期 三天期 四天期 七天期 十四天期 这个周期啊 是根据你自己去选择的 你想记得时间短一点 你只想借一天出去 那么你就用一天期的嘛 你想借三天期的 你就三天期嘛 这个是根据你自主选择的 为什么叫做名义天数呢 因为它涉及到另外一个 叫做记息天数 记息天数 我们先不管 我在后面会给大家讲到的 大家在这里弄清楚 这个N是什么就行啊 那么回过这里来 那么这个T加N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在这里大家要记住啊 就是说 T加N这一天 就是你股票账户上 会收到一笔资金 这笔资金就是金融机构 把借你的本金 加相应的利息啊 一并归还到你的股票账户里面 我再说一遍 是归还到你的股票账户里面 这一天也叫做资金到账二 但是这笔资金 大家要记清楚了 就是它是可以用而不可取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把这笔钱用来买股票 但是它不能直接转到 我们的银行卡上去 关于这个概念 大家就想象什么 买卖交易股票 就假设你在今天 把股票给卖掉了 但是股民都知道啊 如果你要把钱转到银行卡里面的话 你是不能在当天转的 你要等到下一个交易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跟股票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钱到你账上了 你同样的可以把这个到账的钱 你可以去买股票 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但是它不能在当天直接转到你的银行卡里面 这就是T加N叫做资金到账 所以相应的衍生出一个叫什么 T加N加E就是到期交收 也就是在这一天 我们可以把股票账户里面的钱 转到我们的银行卡里面 好吧 这就是四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把这四个知识点搞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的讲解 你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了 好这里给大家就摆了一张图 就是12月份的二期表 给大家放在这里来了 今天的话是10号 昨天是9号 9号是星期四 今天是星期五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星期四 以这个一天期的为例 就为什么在星期四下单的时候 这个一天期的 在季期的时候 给我们算利息的时候 是算三天的利息 而在礼拜五 给我们算利息的时候 只算一天的利息 结合我刚才给大家来讲的知识 我们从星期四开始算 那么在星期四下单的话 那么星期四是不是就是T 下单成功之后 真正开始计算利息 应该是从哪一天开始 叫做T加E T加E 那么9加1等于几 等于10 那么是从10号开始 也就是从星期五开始 从今天开始 这一天是T加E 开始计算利息了 好 那么什么时候 就是把钱借出去之后 他什么时候把钱 归还到我们的股票账户上呢 不仅包括本金 还加上利息 这个时间就是T加N 而我们下单的是一天期的 所以这个T加N也是T加E 所以也是在这一天 10号这一天 这就是产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计算利息 但是也是在这一天 这个资金是到了我们的账上的 而且到账的时间一般是8点半左右 大概是这个时间 就是在我们正式开始交易之前 这笔账就可以到股票账户里面 你可以拿这笔钱去买股票 是没有问题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像那些大资金量的客户 尤其那些基督机构 手上股票账户里面 可能有个几百万几千万 甚至更多资金的时候 他们呢 在当天下午已经决定不见新仓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下单这个一天期的 下单这个一天期的国债逆回购 当然这个是做一个知识的一个延伸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行 好 我们回过头来 就是T加N 这个N就是1嘛 也就是说 所以资金在星期五这一天 也就是十号这一天 会到我们的账上 但是这笔资金真正可以 就是转到我们的银行卡里面 或者说想把钱取出来 也是要到银行卡里面取出来 是不是 你不能直接把股票账户里面的钱取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叫T加N加1 也叫做到期交收日 就这一天 那么这一天 N是1 那么算出来就是什么 就是T加2嘛 你说星期四 星期四的话 这个T就是9 9加2等于11 但是大家要注意啊 11号这一天 也就是明天 是礼拜几 礼拜六 礼拜六 它不是交易日 做股票都知道了 昨天股市休息 是不是 那么既然这一天 不是交易日的话 就只能往后延 延到12号 它是礼拜天 同样的不是交易日 那么只能再往后延 延到13号 13号是星期一 这一天是交易日 好 那么可以在这一天 把股票账户里面的资金 可以转到我们银行卡里面 那么把这里理解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T 这是T加1 也是T加N 然后这一天 13号这天是T加N加1 好 这个时候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为什么国债逆回购 给我们算利息的时候 它给我们算三天的利息 而不是算一天的 这个呢 它是根据实际占用的天数 我们是在这一天 就是下单成功的 从星期五开始计算利息 就是我们资金实际被占用的天数 是多少天 123 星期五星期六星天 三天 它算都是实际占用的天数 而从星期五开始算利息 那么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 它都是算利息的 所以最终算息的天数 它是三天 这是在周四下单一天期的 我们再来看 如果你是在今天下单 这个一天期的 为什么 它能给我们算利息的时候 又算成一天了 我们同样的 把那个知识来套 你在今天下单 那么这个T就是今天 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利息 T加1日 T加1 本来今天是10号 T加1的话是10亿 但是一定要注意 这个T加1一定是交易日 我再说一遍 一定是交易日 那么11号这一天 礼拜六不是交易日 往后推一天12号 也不是交易日 那么只能再往后面推 推的话就推到13号 也就是说真正开始计算利息 它是从这一天才开始计算利息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一天才是T加1日 即西日 而资金到账日是哪一天呢 是T加N 这个N我们说了是一天期的 也就是T加1嘛 所以资金也会在下周一到账 然后真正可以转到我们银行卡里面 是可以什么计算了 是T加1加1 也就是T加2 那么也就是到了14号这一天 你就可以把钱转过去了 那么国债逆回购 它算利息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它是以即西这一天开始去算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里占用的时间也是三天 但是因为它算利息呢 是从下周一开始算的 这一周的周日周天 它不是在即西的天数之内 因此真正算入利息的天数 只有这个13号 比过我们之前那个图里面 也就是在今天里面 为什么这一天期的即西天数 就变成一天了 因为它只把13号这一天 给算进去了 像11 12号就不算了 而在这个礼拜四下单的话 它是把那个11 12 礼拜六礼拜天 也是纳入到即西的天数里面 这就是区别 我相信讲到这里 已经把这个即西天数是讲得非常清楚了 大家也能理解 为什么都是一天期的 它算利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今天内容呢 大概就讲到这里了 最后呢 给大家布置一个客户作业啊 就根据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内容 然后大家去测算一下 为什么星期四 这里是礼拜四 为什么礼拜四下单这个两天期的 它给我们算利息的时候是算四天 而这个礼拜五下单这个两天期的这个计算利息是一天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内容啊 像这里知识已经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了 包括在这里把这个演示的过程也讲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呢 就希望大家能够举一反三 就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实际去运用一下 好吧 好 那么今天内容啊 就讲到这里了 知识是非常硬核 希望大家如果有不理解的地方呢 可以多听几遍 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